一定非常幸福 非常甜蜜吧 最近广西南宁就举行了一场 最有夫妻向情侣评选比赛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这些都是参赛的情侣 他们可是网友 从一百多对情侣里选出来的 那么他们自己是如何理解夫妻向的呢 长相的就是次要的 就是说感觉要好 对就是感觉 感觉很重要 我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 产生了默契以后就会比较像 就是这俩都有点绝嘴 挺像啊 要想夺得冠军 就要看选手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其实说到比赛 也就是一些轻松小游戏 最后呢 这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表现征服了所有的评委 他和他另一半被评委 最具夫妻向的情侣 不管得奖与否 现场每一对参赛者 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是升华到爱情的感觉了 爱情的比较不矮的境界 就是喜欢个把小偶像 心里最爱他的傻样 下一节 北京出台残疾人保障金制度 企业怕麻烦 干脆白顾残疾人士 英国推出手机替代车票制度 万一你没带手机 那可就麻烦了 新闻早早报下一环节 好制度就怕有漏洞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 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辉工广场男 五十米 沈阳市九州医院 妇科专业 密尿专业 不孕症专科 升职健康科 电话 024-2283-46 地址 沈阳北站 贵工广场男 五十米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你是我的爱人 是我的牵挂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花 呵护 女人花 健康 你我她 沈阳市爱心女子医院 妇科 24小时妇科热线 024-2283-7999 2283-1888 地址 辽宁日报社 协队过 好制度就怕有漏洞 北京的里城水 因为车祸失去了半条腿 这几年也没有出去找工作 日子呢 却过得悠哉悠哉 因为有人白养着他 北京从1994年开始 做出规定 说企业必须雇佣占员工总数 1.7%的残疾人 否则需要按照差额 这个人数来交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就要交钱 一些企业不愿意惹麻烦 就从残疾人士手里 借出了残疾证 搜索出一落 给主管部门看一眼 然后再还回去 每次给个千八百的作为租金 彼此都乐 但是今年年初 北京市又出台了相关规定 残保金征收托管给了地税部门 原先那招不好用了 于是企业纷纷转成假雇佣的形式 找几名残疾人 签订劳务合同 但不让他们上班 每月按照北京最低的工资 给他们六七百块钱 再交两百元保险 这回可好了 原先残疾证 对于里城水来说 只是享受坐车办票等福利的 如今却能成为紧俏商品 给自己带来一份意外的月薪 可企业就这么白给钱吗 非也 一家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 雇用一名残疾人 雇的每年花费不过一万元 而按照去年的标准 每缺少一名残疾人 就要交纳残保金 一万七千零八块 里外里差了七千块钱 还是合适 有人觉得残疾人士 也有人养了 这不都挺好 大家乐呵 但是北京残联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不是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初衷 这种空子不能让他们钻下去 在北京的残疾人 有这样的企业 有人雇用了 可是边远山区的残疾人怎么办呢 属地没有企业的残疾人 又怎么办呢 教育残疾人不挖自己的墙角 可不是什么好招 想要外出旅行 却要排大队买车票 到了一个检票口 这怎么也找不到车票 这都是我们可能碰到的麻烦事 而英国人就想出一好办法 就是用手机来代替这纸质的车票 去看看 这里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马利勒本车站 由于客流量非常大 来这里乘车的乘客 都要排大队买票 为了方便乘客 最近火车站推出了刷手机坐火车的服务 这次火车站推出了 这次火车站推出了 这家铁路公司表示通过互联网购买火车票 在英国已经相当普遍了 但是因为使用的是纸质车票 乘客必须要到窗口去拿票 这无疑是一种浪费 使用这种新型服务 乘客只要把手机里的收件箱打开 读取相应的短信 然后在检票口的感应器上 一刷就可以上车了 负责人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手机时代 人们喜欢一边走一边处理一些事物 而这种新型服务更是顺应了人们的这种需要 目前这种系统已经受到了很多乘客的欢迎 唯一需要的提醒乘客注意的就是 手机千万不要忘记带了 并且充好电 我们再看下面一条 距离广州中考体育考试还有一个月了 由于今年不跑50米而跑200米 不少初三的考生在网上就发了帖子 求救有什么临时磨枪的绝招 甚至有人在问兴奋剂能查出来不 哪里可以买到兴奋剂 网友可热心 纷纷回帖 正经的 人家专业点的回复就说了 可以喝葡萄糖或吃一种什么 名为是某某肝二纳片的东西 西药都能有所帮助 不过那种药吃了对身体不太好 而更多人出的是听起来不太可信的主意 有人说了 烤前喝一杯非常浓的白糖水 比兴奋剂还管用 有人说了 把葡萄糖和纸糖片混着喝 也能增强体力 有的说喝红牛饮料 吃巧克力 有时候干吃一包咖啡的 更奇怪的是 还有人提供明显不着调的方法 有人说快跑到终点 是大喊叫 绝对有用 有人说早上起床 上网看看美女 刺激一下肾上腺激素分泌 也能起到一定的兴奋作用 那是什么些主意 专家建议 现在开始练习 不算晚 而那些吃这个喝那个 弄不好 会适得其反 弄巧成拙 到头来影响中炒的比试 岂不是偷鸡不成18米吗 平时啊 孩子们没有时间锻炼 既然要是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假模假式的 装模作样的 你还考什么体育呢 如果都是为了完成任务 就是对付对付的话 咱不如省点时间和精力吧 好了 今天咱们新闻就先都说到这了 最近咱网上啊 有很多朋友给咱留言了 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要是有一些需要记者调查的呢 您要留言给新北方网站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想法啊 或有好玩的事 给我们留言的话呢 请到早导报网站 好了 感谢各位 明儿咱接着来说 再见